大家好 龟背竹它是一种官叶植物 所以说有一些老叶片 我们要经常把它砍掉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 长一些新叶片出来 长一些新芽出来 因为龟背竹的叶片越老 它就会越容易出现一些斑点 或者是枯萎的现象 所以说像这种叶片 我们最好是在生长期的时候 给它砍掉 我们将它砍掉之后 它就会不浪费营养 营养就会集中在长新芽上面 砍掉之后 同时我们要给它适当的补肥 因为龟背竹它是比较洗肥的 所以我们在给它施肥的时候 可以给它使用一些肥效比较好的 芝麻饼肥 像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 我们只需要按时按量的 给它补充就可以了 像这么大一颗的话 我们只需要大概一个月 或者是一个半月 然后给它埋上一小抓就可以了 因为芝麻饼肥 我们使用之后 如果不埋起来的话 比较容易发霉 我们只需要给它埋上一小抓 大概有20粒左右 直接给它浅埋到这个根部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龟背竹有充足的营养来生长 不然的话错过了这个生长期 那么龟背竹就没有好的叶片长出来 同时在这段时间养护龟背竹 大家也要把控好胶水 保持这个土壤属于一种微爪的状态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它吸收土壤中的一些营养 不要给它这个土壤干得太久 干得太久的话 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同时也要给它充足的散射光 这样才能保证它有光合作用 因为龟背竹的叶片比较大 它需要的阳光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 但是也不要给它放到太阳下曝晒 因为龟背竹它是比较洗阴的一种植物 大家一定要把控好这些技巧 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给它砍掉一些老叶片 给它更新换代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